11月23日,首委常委、市委书记江城到龙口市调研冬季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,强调要标本监制抓安全,强击固本守底线,为高质量发展,营造安全稳定环境。市委常委秘书长于峰参加。 江城来到道恩集团中央控制室,认真查看园区实时监控、员工智能定位、创新技术产品等,要求企业时刻牢记、安全才能发展,从严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,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。